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局朱宇林逐渐适应了对手的节奏 11比16祭拜对手为中国对取得开门红 第二场比赛 在陈梦和车孝心之间进行 见两局陈梦都轻松祭拜对手 但是到了第三局 车孝心开始能绝境反扑 陈梦一度8比9落后对手 随后陈梦连得两分钟拿下点 最终陈梦14比12祭拜对手 中国对取得2比0领先 第三场比赛是王满玉迎战金南海 在金南海先下一局的情况下 王满玉连下三成 帮助中国对3比0祭拜对手 获得女平团体赛的金牌 这届亚运会中国派出的12队 一只赢的金牌 颇有一种独孤球版的感觉 世界上乒乓球打得好的女人 基本上都吃亚洲的 尤其是中国球队很难遇到困难 记得在一次比赛中 中国乒乓球女将张怡宁 已经10-0的高比分领先 出于礼貌 一般都会让球 不会打住11-0的 这样就避免对手的尴尬 但是张怡宁故意发球下网 让球的嫌疑太过明显 下来后教练就问张怡宁 张怡宁说 我放了 我怕他打不着 这段话被场外记者录了下来 成为大魔王最经典的语录 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寂寞 自荣国团1959年 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至今 中国乒乓球队40多年来共卫祖国 多取124.5个世界冠军 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乒乓球女团 都是一共获得9次冠军 为中国军团的球类项目成绩第一 梦之队意味着参加比赛就能夺冠 中国乒乓球完美表现这个词 梦画班子球队啊 乒乓球 中国真的难寻一百 好